有的时候人家骂你几句把他气死了 为什么 是他里面的那个黑气发到你身上去了 你接受到他 当然你就气死了 你就心里不舒服 身体有时神是大病一场 对吧 他的力量强的时候 你会被他骂一下 然后大病一场 实际上这些都是 人家的黑的气怎么样 尺寸在你 那尺寸在你 他就会进入我们的体内的液体 这人体内液体还会进入你的脏腹 进入脏腹就会进入你脏腹的细胞 在细胞里就会储存在细胞盒里 对不对 其实储存在细胞盒 最终的储存在什么 基因密码 所以你老祖宗的基因密码中 这些都是什么 连接的 对吧 这些 但是这一块 第二就有这个黑色的因子怎么样 就记录着他的那个东西 那这个东西他又没在他活着的时候 进行清理释放 所以他就全息地成了他的在基因命 那你的父亲继承了他的基因 爷爷的基因 你呢继承了父亲的基因 因为我们的基因一半来自什么 父亲一半来自母亲 这个是亲子坚定针 早就在应用的 是逃不掉的 所以当然你的家族上的那个黑色的因子怎么样 就被你记录 所以我们为什么要有儿女呢 儿女说是古人说你这个不孝 有三无后为大 为什么要有儿女 是因为有儿女 你这一生没有清理的业债 他来生他得到高人指点以后 他就得到一个技术方法的修炼 他可以把这个因子清理掉 清理掉 就也帮到了祖先 也帮到祖先 因为他反馈于祖先 他们在印度空间很有生命的存在 对吧 所以是 那么这个是我们继承了祖先的一些不好的东西 但是我们这一生也可能自己又造了一些业 也存在这里 所以是如何能够从这里面把这个搞出来呢 所以古代人很有词汇 他最后发明了五种技术方法 这有五种技术方法 都可以对这个基因中不好的东西加以清理的 一种是通过形体的锻炼 你比方说是古代的现在的体育运动 各种体育运动 都是属于对形体的运动 你在运动的过程中 你想跑步 你对你的五脏六腑的心肝脾训费 是不是就在进行锻炼 那它就是对形体的一种概念 但是我们的形体之中 我们有五个重要的器官 叫什么 心肝脾身肺 心肝脾身肺在我们身体里面 它是很重要的 很重要的系统叫五脏 跟它相对的还有六腑 叫五脏六腑 那么这个五脏六腑如果坏了 我们人肯定就是榜炼的 那么五脏六腑里面装的什么东西 五脏六腑你比方说心脏 心脏它除了有心脏的心脏器官 它里面还流淌着什么 血液 这个时候里面心脏它是 心液是血 对吧 心液是血 那么肝液是什么呢 你看肝液肝跟胆相表里 所以我们看到胆囊里面是什么颜色的 是绿色的 绿色的叫胆质液 那个实际上是我们免疫系统的 是吧 它叫胆质 对吧 也叫肝液 它是什么 血是红色的 对吧 血是红色的 在液这个方面 血液是红色的 肝里面是刚才我们说是绿色的 对吧 那么脾胃呢 它是黄色的 脾胰出来的脾液进入胃做消化液 是黄色的 然后肾呢 肾是黑色的 又叫紫黑色 紫黑色的 然后肺呢 是白色的 肺也有韵化液 也有自己的肺液 你看我们痰 痰就是白色的 对吧 那么这个 所以古代人在通过自己的天眼 内观的时候 他发现我们体内原来装的这五种 液体是五种颜色的 那么他就在前一个锻炼是对形体进行锻炼 那么这个锻炼就是要对自己的液进行什么 清理 进化 你走一个水沟 如果水沟很臭的时候 那不是水沟臭 是水沟里面的水怎么样 臭 你把水沟再怎么弄得美 流进去臭水 还是个臭味 是不是 你把这个五脏六腑弄得再怎么好 它里面进去的液体不好 还是个臭味 那如何对这五脏液进行进化 所以古人在饮食上面 特别注意饮食健康 阴阳要调和 你吃什么火星太大的东西了 它就容易上火 然后你就要用水来制它 去吃一点什么山竹之类的 它就可以降火 那喝一点这个黑芝麻糊 它也用上火 对吧 等等的 这样的 所以它就是通过这个来进行对体内的液 进行一个清 让它清 让它平 让它静 不要什么阴阳不平衡 所以通过液的方法 也可以对这个五脏液进行调用 五脏液对五个脏气起到什么作用呢 它起到一个保护的作用 就像海水对鱼一样的重要 鱼没有海水的保护 鱼就死了 干脏如果没有干液的滋润 它就死了 死了就干液化了 对不对 心脏如果是没有好的血液的保护 精忍 最后就是形成动漫液化 对不对 等等的 都是会发生 因为它的液体不好 它带有 比如说硫酸 你把硫酸放到任何东西 它都会把那个东西给烧坏 但是你血液中 你这个五脏液中的液 如果出于这种酸性的 带于毒性了 它对你的脏腹就在液化 让它复制它烂烂 窗口 尾窗口 是吧 长窗口 对不对 这些都是复制掉的 复制掉的 就是液体不好 所以对液要重视 所以古人通过一些方法 对液 就是不单通过吃的 通过训练 对液体 液是可以才能够吃的 那么下一个方法是什么 气 气你们可能了解得进去 就是气功法 通过呼吸法 呼吸法 因为这些五脏液是液体 你们知道液化气原理 液化气的话 那液化气罐里是水 但是放出来就是什么 气 对吧 所以我五脏里面是五脏液 放出来的就是五脏气 五脏气对我们的心肝脾肾脆 眼耳鼻舌身 都有很重要的作用 气化作用 那么我们有了这些气 我们才能够健康 所以是那么气对我们很重要 但是光炼气行不行 光炼气也不行 你把那个抽水沟怎么撒香水 等一会儿又臭了 等一会儿又臭了 你只是炼气 你没有对这个液进行整理 液 所以说五脏人是一个科学体系 一定要对五脏内东西进行调整 气也要进行调整 液也要调整 身体的形体 五脏体也要给它一些按摩 干舒服 柔柔 一会儿好像就舒服了很多 那这就是对干体进行的作用 那么还有一种物质 就是光 我们听过经常说这个人耳朵不灵 背了 耳朵背了 耳朵背了就是耳朵不灵 不灵就是不够神 你看说老人说老人 他眼神不好 你们注意点 别撞着他 他眼神不好 眼神是什么 所以古人告诉我们神迹光 就是他因为他的这个 干里面的光不充足了 就是干开窍于木 他木不能看东西 是因为干光不足 干气不舒 欲解 然后导致的不能气化光 所以他干神不足 然后眼神就不足了 耳朵不灵了 耳朵不明 耳朵也不灵了 是因为肾里面 肾里的光升不起来 所以耳朵就不能冲开 耳灵 所以耳朵就不灵了 鼻子也不灵了 闻不到味了 舌头也不灵了 尝不出味道了 对不对 所以你看古人就是讲了这个灵 讲这个灵 其实在体内就是光的作用 称之为灵 那么还有一种东西什么 这个是普通人经常疏忽的 就是因 体内的因 就是它因跟生不同 生就是说 我们说一个字 好 好的话是生代发出来的好 好 后面那个就不是生代了 它就是音 对不对 你发那个密音 你像在佛门里面 还有基督教 还有各种宗教 它都有一个唱 唱颂 唱颂的话 它就是对这个音的一个应用 你比方说它念 后面那个 它带有震散性 它是音 那么我们如果用光 去进入这个细胞里面去照 你透到这个基因里面是很辛苦的 那也用强光 对不对 普通光它照不到 这个电灯光 你这样照 照不到那个骨里面的细胞 细胞核里面的 它照不到的 所以说它不行 但是这个音很厉害 音是什么 音它在形成的时候 你因为体力70%都是水 你的细胞里面也有细胞液 所以它这个细胞液跟外面的形体的水是一样的 它受到音的时候 它会震散 震荡 它一震荡以后 那个震荡波就传到你的细胞核里面去 所以传到你的那个对你的DNA中的这些黑色因子怎么样 震荡 震荡 你看我们衣服有灰尘了 拿过来抖一抖 这一抖一抖是利用那个震荡原理 你没拿去洗 抖一抖 然后震荡 一震动 它就下来了 对不对 那么你DNA中的这些黑色的因子能不能通过震荡下来 那古人发现了很巧妙的方法就是因 所以你看所有的宗教几乎 道教有念咒的 念刻意的 诵经的 对吧 他念诵老子的这个道德经 然后佛教也是要诵咒的 诵经的 对吧 基督教要唱诗 对吧 唱诗 它要唱圣歌 对吧 那也是要 伊斯兰教更厉害了 你去马来西亚 每天都要倒点大喇叭 哦 就开始了 对不对 它那就是因嘛 对不对 那这种因对我们的人的精神就有作用 因为它作用我们的生理嘛 生理好了 心理就好了 对吧 那么这个所以是 古人发明了四 五大类技术 对我们形体 生理上 最终作用于我们的基因 是基因生成好的细胞 好的细胞 肝细胞生成肝脏 新细胞生成了心脏 对不对 现在科技都告诉了我们的 是不是 你好的细胞生成好的脏腹 好的脏腹你哪里不健康呢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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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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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镜与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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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